看看新闻吧 是的 有人要离婚 但也有人可能要有新恋情了 之前呢 这萧亚轩也是公开承认了 与吴建豪小舅子Azroy的恋情 但是没想到在消息浮出水面之后 柯震东方面也是不甘示弱 你看今天啊 他立马也被爆出了新恋情 这是真的吗 这新任绯闻女友又是何方神圣 会不会又是姐弟恋呢 带着这些问题 让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 一周三次约会同一女生 难道柯震东真的又恋爱了 对方名叫李玉芬 是台湾地区少女组合Dream Girls成员 出生于1985年的她 李柯震东大六岁 这难不成又是姐弟恋的节奏 据报道7月21日 柯震东就被拍到进李玉芬家大楼 接她一起外出 两人还一同与友人唱K 一个星期就同行外出三次 像极了恋爱的情形 不过再怎么有图有真相 当事人不发话 我们还是不能随便相信地 对最近有常常跟新的朋友一起出去 蛮多的 对都还在交了蛮多新的朋友 交了蛮多新的朋友 难道这其中也包括女朋友 对媒体拍到的那位 是你现在愿意为她勇敢的那位吗 不是 她其实是我好朋友 不但一口否认 对方是自己的新女友 当媒体旁敲侧击柯震东 是否对女方有好感时 她的反应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吧 对她的印象 印象 什么意思 都是好朋友 然后其实就是 不知道李玉芬的狱子的写 看柯震东这一脸迷茫 貌似跟人家女孩子非但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压根就不太熟嘛 不过说实话 李玉芬这个名字 咱还真是陌生多过熟悉 因为要说代表作品 一时真想不太起来 不过要说恋情 人家的经历就颇为复杂了 罗志祥 邱泽等 都曾跟她有过恋情传闻 据称罗志祥于2008年和李玉芬 因合拍广告相恋 女方不时被拍到出入小猪寓所 还常常被发现穿戴相同潮牌服饰视品 尽管当事人从未正面承认 但如此高频率的新幼灵溪 却让看客们都已经相信了 这段恋情的真实性 2012年 曾一度传出罗志祥跟李玉芬分手的消息 不过之后又有爆料说 看到两人同游韩国 在上海密会等等 复合传言不绝于耳 有人就能在韩国 不是都乌龙的吗 是啊 我怎么讲 因为这个没有啊 不过李玉芬跟罗志祥的故事 很快被他跟另一个男人的传闻 盖过了风头 那个男人就是邱泽 2013年初 唐嫣跟邱泽的感情宣布告终 而李玉芬就被指示这段感情的第三者 因为当时有媒体拍到 邱泽深夜搭乘李玉芬坐骑 指示南方住所 但在进入邱泽家前 李玉芬发现了媒体 整个人吓得全缩在方向盘下不敢动 随后突然狂踩油门冲了出去 在路边放下秋泽后迅速离去 如此诡异的反应让人不怀疑都不行哦 就是我们不是单独的 然后再来是就 对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螺丝剧组聚会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认识 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然后一直都是真的普通的朋友 当时半夜私会的新闻登出后 李玉芬的曝光量激增 李玉芬和其他成员 个人活动一个接一个 也算是热了一阵子 如今又跟柯震东传出绯闻 虽然现在看来 这所谓的新恋情多半不靠谱 不过占领几天大热话题榜 还是妥妥的 当事人怎么想不知道 咱就当看看热闹吧 行路在线 松河八道